哈囉 我是好A 現在是2022年的2月4號 又就是大年初始 好像放假還有 今天加今天 明天後天初四 初五 初六 好像初七就得上班了吧 那在這邊跟大家說聲那個 新年快樂 五年行大月 今年那個 除夕夜呢在家裡吃 吃完之後呢 央視的這個春晚 然後呢也不是說 每個都看啦 就是挑自己比較有興趣的那幾個 小品 然後初一呢 初一去爬了山 初二去 地壇公園的那個廟會 以前據說有 然後呢 上了車之後發現 哎呦慘了 那個初車司機好像說沒有 然後那時候微博就 上了一下微博 看一下 逗一下北京廟會嘛 然後就好多人說 哎呀這裡沒有那裡沒有 然後就有人說 北京已經 三年沒有廟會啦 那 也就是說 這兩年疫情期間 廟會沒有 好像也沒有辦法放 鞭炮吧 所以現在 在街上有賣那種電子的 就是放個聲音讓你嗨一下這樣子 今天是立村 北京冬奧的開幕吧 今天早上看了一個新聞說那個 就是洪秀柱 好像是代表國民黨來 就是參加東澳吧 然後我看到這個呢 我心裡想的是什麼 我心裡想的就是 他要不要隔離啊 別人沒想 我就想說 那他如果是按照正常程序來 那是不是得隔離 隔離14天先嘛 隔離14天啊 他2月4號來 2月4號能參加 那個東澳的開幕 那也就是說他 這一整個年 他是不是都在北京這邊過囉 已經東澳村的那些就是 選手 來了北京之後嘛 收到好多就是一些 贊助商發的一些 禮物禮品等等的啦 聽說還有三星手機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反正我也不是選手 我是覺得 三星手機的拍照功能 好像也不錯 我覺得還蠻羨慕的這樣子 那 今天出事 我發紅包那天 我跟他們說啦 大年28吧 我跟店裡的人說 我說 新年這段時間 店裡休息幾天 然後 我大概是在出事的時候 會回去店裡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就是出事啦 也沒什麼事情 現在就 在路上出發 回去看一下 我 這兩天 整理一下我 出去拍攝的影片照片等等的啊 我發現呢 特別容易佔流量 所以呢 拍攝 開始 就是有拍攝這個念頭開始呢 先買一台 筆記型電腦 再來買一個自拍桿 第三樣呢 買的應該就是 外接硬碟了吧 可能得把那些檔案都先存起來了 買了那個筆記型電腦之後呢 頭戲一下他那個系統嘛 我買的是 聯想小新 16吧 然後我是選 就是售賣的那個頂配啦 那個顯卡啦 還有那個處理器 都是配置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我想說 如果是之後有一個 辦公的這個需求的話 電腦的效率 處理的效率會影響到我們的操作的時間嘛 那時間就是金錢啦 不能 浪費太多時間 昨天 初三 我有花了一點時間在看 做影片的一些訊息 我發現 我的 就是製作的 一些 影片在 YouTube上面就是 審核過了之後呢 他被打了一個標籤是那個 使用到一些相關操作版權的 我一開始我也不在意 我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等操作習慣了之後 我想說 怎麼每部都有 點進去看 原來是 檢印裡面帶的 檢印是一個那個 剪輯的軟件嘛 檢印裡面帶的一個音效 他在這個音效 在YouTube上面是 有版權的 所以呢 不太能 正常的使用吧 使用的話也可以 也不會有什麼樣大事 就是 他會 關閉你未來的相關的一些營利功能等等 然後我就 一樣就是透過 網路的搜索方式 我就去了解一下 有沒有就是可以免費使用的這些東西 現在已經走到店門口啦 今天天氣非常好 但是風太大了 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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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裡玩啊 那你沒出啊 有味兒都沒出啊 我哪出啊 大樓的 好天空 熟哪都會 都沒出 那你睡得怎麼樣 我睡得怎麼樣 夜來的時候 一夜 三夜 三夜在屋裡 卡電池 卡電池 我一夜卡電池 他們沒出 他就沒有 壓不住 壓不住 你好人不夠 還呀你看兩天啊 你壓下 還看 還以為你們會出去走走呢 走走走 我咋子 在哪兒 我坐哪兒 回來吧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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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